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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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 還有網路上的家人朋友們平安 在今天復活節的主日早晨 我們要再次用我們的敬拜讚美 來讚美我們的神 讚美祂以為我們能成就的 讚美祂以成就在我們身上的恩典 那我們一起從做一項起立 我們要來再次用詩歌 來讚美我那美好的神 我們要拍手 我知道他依舊是我 那些意氣經過醉我相信 我相信 羞辱他為我脫開 痛苦一個叫十分 我相信 我相信 我靠近親情 只因為 我注意到勝利 我救出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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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中 我救出國者 不想世界 我陣營 obe 逢 他为我弄开痛苦你的肇膜 我相信我相信 我高级短气 只因为 我躯舒服地 坚持你的肇膜 我救主或者我知 我知他依舊是我 老鞋一起进我嘴 我相信 我相信 羞辱他为我抹开 痛苦你的肩膀 我相信 我相信 我靠近亲自为 我注意到胜利 我救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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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依舊是我 道歉一息进我嘴 我相信 我相信 Hallelujah 羞辱他为我抹开 痛苦你的肩膀 让我相信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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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近亲自为 我属于得到胜利 我救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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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飞翔 我站立在高山顶上 迎接你过奖礼 释放 释放我中单 与你飞翔 我站立在高山顶上 迎接你过奖礼 释放 释放我中单 与你飞翔 我站立在高山顶上 迎接你过奖礼 我救出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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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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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 祝祂是佩的荣耀 佩得赞美的神 祝祂已成就那充充满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次来赞美 祂已为我们而死 祂为我们献上祂的保险 一直成就在我们身上 是可得那恩的恩典 我们再次用全心全力 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祂已成就一切 祂断开一切的锁链 祂要祝我们赞美你 可得那恩典 我们再次在这个几日早晨 全心全力来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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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赞美他 我是谁就是我 佩北丹 drunk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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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你身上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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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最后气息 天堂将它撇弃 深爱自被丢在黑杆里 就在坟墓里面 与死亡的灰尘 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 大地开始震动 石头已被挪走 它完全的爱产生了一切 死亡独狗和赞 活不过的君王 你将你完全打扮 它被尊重 直到永远 它被告知 直到永远 它已被告知 直到永远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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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知 直到永远 我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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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最后几夕 天堂将它撇起 生爱自卑丢在黑暗里 就在坟墓里面 与死亡的对决 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 它一开始争斗 石头已被夺走 它完全的爱占生了一切 死亡独狗合在 我不过得去晚 已将你完全打败 它被对一起高举 双手来到神的面前 哈利路亚 它被从去直到永远 它已复活到永远 活着活着 由大地开始争斗 大地开始争斗 石头已被落走 它完全的爱占生了一切 死亡狗狗合在 死亡狗狗合在 我不过得去晚 因将你完全打败 它被遵从直到永远 它被告知直到永远 它被告知直到永远 我住过得到永远 我住过这 永远再一次争斗 来说大地 大地开始折斗 石头已被落走 它完全的爱占生了一切 死亡狗狗合在 梦不过的军环 你将你完全打败 它被遵从直到永远 大声的来唱 阿们 我被告知直到永远 它已复活到永远 我住过这 永远活着 它被遵从 它被遵从直到永远 它被告知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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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被告知直到未遵从 那个也被告知直到永远 它被告知直到永远 也被告知直到永远 我主活着 他永远活着 阿里路亚 他永远活着 阿里路亚 胜过一切的死亡 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牙齿 阿里路亚 一切的咒诅 阿里路亚 耶稣的名 今天造成 今天造成耶稣的宝血 破除一切的咒诅 耶稣的宝血 释放 释放我们 阿里路亚 因为耶稣 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今天造成 我们要将 全心仰望 全心来赞美 对了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祷告 继续的赞美 继续的赞美 阿里路亚 那复活的能力 复活的能力 今天造成就 充满在我们中间 阿里路亚 祝你阿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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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着 祝你活着 我们继续 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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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今天早前就崇拜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耶稣 你的神 你的神 耶稣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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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养一斤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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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养 扬起你的声音来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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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养一斤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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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养一斤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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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活的早晨 神所要赐给他儿女的礼物 是医治 是得胜 所以今天早晨好不好 你可以按手在你的心房 或者按手在你身体有病痛的地方 或者如果你有重担 有压力 你就按在你的心上 或者你有思绪上的搅扰 你就可以按在你的头上 我们都是祷告在这个时刻 复活的时刻 神同在荣耀的时刻 在这样欢庆的时刻 我们按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就领受神的祝福 为自己祷告 只要凭着信心祷告 一点都不疑惑 神所要成就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今天早晨不要错过你的时刻 在神同在的时刻 在神显能力的时刻 在神的居所当中 我们放胆我们大声地祷告 为自己来祈求祝福 来领受神的医治 领受神的得胜 哈雷路亚 这时候按手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雷路亚 继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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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信心来祷告 祷告 继续祷告 祷告 继续祷告 祷告 祝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大大的得胜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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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路亚 就是这样来领受 领受就这样来相信 神的意志神的得胜 在你的身上 哈雷路亚 阿 算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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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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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弟兄弟我们起立来唱诗歌 宝贵诗架 我们为了神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带来感恩的心来唱唱诗歌 好不好 我们也想要奉献 宝贵诗架 主耶稿 主耶稿我感谢你 一笔宝贵诗歌 父亲拜你 阿贵诗架的救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以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稿主耶稿 主耶稿我感谢你 以地神的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 你以地神的为我而舍 你以地神的为我而留 好贵是家上 你只恩典永留 是我完全的自由 好贵是家里 那能自我生命 主耶稣 我福福尽爱你 好贵是家里 救恩是你所里的愿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耶稣我们今天早上带来 无比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 因为我们明白 这么爱我们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使到你的生命 留出你的保血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救恩 我们可以得到盼望 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祝我们在美你 今天早上每一个蒙恩的罪人 都要服务在你的十字保价前 来敬拜你 祝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配得一切的称重 祝我们在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也再次祷告 求你使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 主要帮助我们使用金钱 继续不断传福音 把好消息给在近处远处的人 让他们也可以认识这奇妙的恩典 让他们可以认识你这位奇妙的救主 让他们可以接受救恩 像我们一样 主我们在美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阿们 好 弟兄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大家复活节快乐 好像不太快乐 大家复活节快乐 很快乐 我觉得复活节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倒不是说我们要去游行 或者背着好大的十字架 就走一走 也不是 或者说我们今天吃复活彩蛋 也不是 当然都很快乐 可是我觉得最快乐就是 你真的知道耶稣复活了 你知道如果你曾经经历一个人 本来死了又活了 是你所自爱的 那个兴奋那个感觉一定很不一样 今天早晨一大早起来 就磅礴大雨 台北磅礴大雨 心情很下沉 特别传道人最讨厌你白天下雨 因为可能弟兄姐妹 就会因为下雨 他们就觉得 在家里献上就好 所以我们不喜欢下雨天 可是呢 历史我就想到 对啊 像不像复活节 像啊 从受难日到主的复活 受难讲到耶稣为我们死 他是因为爱我们 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虽然在那个时刻 其实大家都没有盼望 他的门徒们 那些跟随他的人 他们不晓为什么 他们所跟随所至爱的夫子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跟随者 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然耶稣之前一直跟他们讲 不要担心 主已经告诉他们 他要复活 但是人们在忧伤的时候 人们不记得这些事情 一直到那天 耶稣复活了 耶稣向门徒们显现 耶稣显现第一句话就是 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觉得复活节 说的就是 耶稣要把平安给我们 复活讲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教育们你想过 神要把一个新的开始给你吗 事实上 从我们信耶稣开始 我们开始领受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祝福 有时候过去我们的生活 人生可能不是很顺遂 不是很容易 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梦想 或者我们的堕落里 可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了 不管你用什么样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你相信耶稣了 你发现耶稣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有的人在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 对婚姻 没有信心 从年少就立志 绝对不结婚 可信耶稣以后 发现 那个心境的改变 被医治 有信心进入家庭 有的人信耶稣以前 有毒瘾 毒博 或者喝酒 或者是吸毒的 可是呢 因为信耶稣之后 神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他们的人生 会从这样的一个毒瘾当中 人见人怕 人们看到他 就很害怕 又来借钱了 或者又很怕他 会不会说 喝酒之后 就是在家里就打人啊 或者家里就出事了 从里面有想过 有一天因着相信耶稣 这一切都带来改变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过去我们活在恐惧当中 逢年过节 就要拜拜拜拜拜拜 因为我们很怕 我们没拜 没保庇 好 没保庇 那 可是问题是 所以我们有拜 有平安 可是我们信耶稣以后 我们发现 每个日子都是好日子 你今天不用担心 我今天出去 我会遇到什么恶煞 会遇到什么 可以耍掉一些什么事情 我不用担心 我今天出去 我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因为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所以基督徒结婚 不看日子 办伤事 不看日子 有空就办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很自由 我们知道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在地上 我们不是死了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天家 弟兄姐妹 这就是复活前耶稣 为我们所带来的盼望 这个地上 好多事情 让你很失望 很多事情 让你觉得 我用我的一生 我来追逐我的梦想 我用我的一生 我以为 我觉得这是我所要的 可是走到后面 我们发现 什么都没有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以为我们得到这个 我们就会快乐 我以为我有了这个 我就有幸福 我以为我有那个 我的前途 就一片光明 可是当我得到了以后 我又发现 好像也不是这样 为什么圣奥古斯丁这样说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都放下一个空处 这个空处 唯有神自己可以满足我们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用你的事业 你要用你的爱情 你抓住你的孩子 你想满足你的心 你觉得我要抓住他们 我就很幸福 我就觉得很扎实 因为我怎么说的是 你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觉得 我需要有钱 有钱就有安全感 有钱老年才有希望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很害怕 我所自爱的 我的另一半 他离开我怎么办 不论是因为一个意外 或者因为婚变 因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都觉得不 我们在主的里面 我们因为知道 有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地上 主说在地上有苦难 可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 除了是在地上 主会允许我们经历 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 主为什么这么破碎 主你知道我很痛苦 我没有办法经过这个 主知道我们很痛苦 事实上主是为我们 先受了这个痛苦 耶稣是为了爱我们 祂被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就为我们死 主当然知道你的痛苦 可是你所走过的路 你所经过的试探软弱 圣经上希伯来书说 神并不是不知道 神知道 祂已经帮你走过了 祂可以担待你一切的软弱 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神知道你的软弱 所以神告诉我们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 那这个十字架 也许对你来讲很沉重 可是问题是 耶稣祂替我们 你知道在你背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祂也替你背着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 所以我们有主 请问这边我们有主 在地上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 都不会有问题 耶稣的爱 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爱 所以今天 当我想到复活节 神你可以给神的儿女 什么样的话语 复活节究竟神 你要告诉我们 的关键事情是什么 看来我想 对 就是信心 主说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主持人你知道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开始 我们是用信心 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 你如果没有信心 你很难相信耶稣的 你很难走这条道路的 因为你觉得 祷告就会好 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 以前我们要做好多 做功德 就是要做功德 做这个 做这个 弄很多东西 我们觉得好像可能 家里平安一点 可是信耶稣只要祷告 真的只要祷告 只要相信就好了吗 有时候我们心里不安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 信 这信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一人必因信得生 就是说你 一开始你相信耶稣 你是用信心 踏上这条信仰之路 可是每一天 你要用信心走到底 每一天用信心走到底 弟兄姐妹 你知道有多困难 你知道吃饭 你要有信心 特别现在 对不对 死安的问题 那么可怕 想都没想到 那天好高兴 我们去 是保龄还哪里 去吃马来西亚餐厅 吃龟亚条 没有想到 怎么会这样 突然就一个意外 一个中毒 所以弟兄姐妹 谢饭祷告很重要 主说你若吃了什么毒 都不怕受害 所以他常常祷告 主保守我们 需要用信心 你开车 要不要信心 要信心啊 现在很多人 开车直冲横撞 不看红绿灯的 然后有时候 你的情绪 会被压起来 很容易在 在马路上 就跟人家起冲突了 你就要用信心 主保守我今天 心情平安 别人插我的道 都没有关系 他一定很忙 或他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 也许他要去医院 你可以想很多的理由 就是保守你的心 有信心 来到主的面积 每天都需要信心 各位姐妹 信心很重要 可是我们的信心 常常失去 所以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说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信心非常的重要 因为相信 因为信心 所以拉撒路 他从死里复活 对不对 死了四天的人 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 他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头脑 如果你没有信心 各位姐妹 你不会相信 拉撒路怎么可能 死了四天 身体都臭了 他怎么可能 可以从死里复活 你没有办法相信 如果你没有信心 因为相信 因为信心 巴迪迈 他看见了 一个生来 就是瞎眼的人 可是他看见了 因为信心 因为他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当主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主 我要看见 信心让他知道 我有所求 我有所要 主 你可以成就 你可以帮助我 信心让那个 患了血漏的妇人 已经十二年了 一个长久的疾病 花了很多的钱 看了很多的医生 没有朋友 因为当时 这些都需要被隔离的 可是因着信心 他相信 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 睡着 我可以得到医治 所以他得到医治 他的人生 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变 因为相信 因为信心 叫一个贪心的杀该 也许你说他自卑吧 可能他很自卑 所以他觉得 我要成功 我要用很多的钱 来证明我的价值 所以他很贪心 他有得到很多不义之财 可他不快乐 可是因为信心 他承认 耶稣是主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相信耶稣 他接受耶稣 所以他变成一个 最开心的人 他变成一个 愿意施舍的人 他有这么多的财产 他把自己的财产 一半捐给穷人 帮助穷人 一半 以前我骗谁的钱 我按照律法 我四倍还你 不要亏欠人 因为对他来讲 以前钱是最重要的 可是信心让他看见 钱不是最重要的 信心让他看见 我有耶稣 我只要得着耶稣 我愿意做耶稣的孩子 金钱再也抓不住我 以前金钱让我快乐 以前金钱让我可以抬得起头 可是现在对我来讲 我里面有的是什么 所以对我前面 信心非常的重要 可是如果今天 你没有认识 耶稣有多么的爱你 金钱 你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信心 以前有个律师 叫做乔林帕图瓦 他在2006年的时候 就被检查出 他得到乳癌 做了一点治疗也好了 可是2010年的时候 他就是怀孕 可是就在怀孕的过程 癌症复发 所以癌症复发 医生说 你要接受化疗 然后孩子需要拿掉 你才能活着 可是这个母亲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 所以呢 她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自己孩子的性命 所以她没有做化疗 就这样的孩子生出来 十周之后 她因为癌细胞已经跑了全身 所以她就去世了 这样的爱 母爱的伟大 愿意为了自己的孩子 舍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世人是如此 我们的神也是如此 如果你觉得你在地上 没有人爱你 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位父神 他很爱你 也许对你来讲看不见 人的爱比较 比较 比较好 因为看得见摸得着 可是那不是事实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灵界的事会影响自然界 你为什么在地上 你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你要抓这个 你要抓那个 因为你没有真实的经历 神的爱 所以你需要去经历神的爱 你要知道神爱我是爱到一个地步 我的主是会愿意为我舍命的 而那也是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有复活节 你要知道 在地上没有人爱你 没有关系 可是耶稣爱你 因为唯有当你真实的知道 在地上有一位他爱我 而且我们的主他不会丢弃我 会帮助你继续走这条信仰的路 不然你很困难 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 这边提到说 信是所望知识的实底 是未见知识的确据 我们常常这样讲 信心很重要 可是我们里面会有期待 我们会有梦想 你的期待你的梦想 究竟要怎么样可以成就呢 你的期待你的梦想 是借着信心才成就的 主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你的期待你的梦想 怎么样可以被成全 是照着你的信心 主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所以主说 你只要能够相信 耶稣还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 不能做的事 所以主在告诉我们 你如果可以有信心 像芥菜种一样 代表说的是 我们可能连芥菜种一样的心 我们都没有 可是如果你有 有些没 信心胜过世界 我们常常信心如果看得见 信心如果可以称几斤几两 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要加添一点信心 我要怎么样的 可是有时候信心就是这样 因为看不见 摸不着 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好像有点信心 有时候又觉得没有 所以我们走这个道路 信仰的路就是时好时坏 我们就是跟着我们的感觉走 今天感觉很好 我们对主就非常的火热 非常的兴奋 可是我们今天感觉不好 感觉不好 我们就觉得很沮丧 我们就觉得敬拜 也没有力气 也没有什么 不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就像今天早晨的天气一样 虽然有的时候 一大早磅礴大雨 可是你看 过了一段时间 太阳就出来了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你一定会经历这样 就有的时候 你的人生的道路 就像阴天一样 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人都要发霉了 有时候就觉得说 心情不好 很沮丧 很烦闷 很忧郁 睡不着 很多的问题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日子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日头 太阳 它从来没有消失过 所以有的时候 它会被乌云挡住 可是我们的神 它一直在 我们的神是 自有拥有的神 说的是 祂过去在 祂现在在 未来祂也与你同在 所以有的时候 乌云使我们 看不见我们的神 我们的感觉很不好 我们似乎没有信心 可是神祂一直在 所以你需要站在 神的应许上面 你的信心的根据 不是我的感觉 我的信心的根据 也不是因为 这件事情很顺利 我信心的依据是 神的话 主的话怎么说 我可以这样相信 我可以这样期待 是因为主的话怎么说 而你的信心 会照着 照你的期待来成就 你里面会有一些期待 可是问题是 你的期待 你不是只是靠你的努力 当然如果你很努力 可能你也可以得到 一些你想要的 可是如果你明白 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 我是软弱的 主要你知道 如果你不帮助我 我是软弱的 所以我需要你帮助我 抓住神的话 目前有一个姐妹 那个时候她就怀孕 胎胃不正 可是再过一个月要生产 所以 医生说 如果说胎胃不正 就要剖腹 她不愿意剖腹 所以就想说 那小组长就带她 来到我们面前 为她祷告 然后我们也祷告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宝宝弄正 可是我们祷告神 我们相信主 因你受的鞭伤 我们可以得医治 我们相信这个孩子 万事互相效力 可以叫爱神的人 可以得到益处 这个孩子 也在神的手中 神可以让这个胎位 可以变正 所以就是祷告 抓住神的话 第二天她去检查 医生说 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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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用剖腹 就这样顺利 自然生产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你说你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 只能紧紧抓住神的话 在你无助的时候 在你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只有神的话 它是你信心的依据 不是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很不好 可是神的话是真的 在新加坡有一个伯伯 他得了直肠癌 我忘记是第几期 可是医生说 就要把这个肿瘤拿出来 因为里面就是一些癌细胞 可是女儿 常为爸爸祷告 有一天 女儿就看到一个异象 就看见有一个大火球 就从天就降下来 就掉在他爸爸的肚子上面 所以女儿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为你祷告 相信神有个祝福给他 就为爸爸祷告 那时候爸爸还没有信耶稣 那爸爸年纪也大 可是爸爸说 好 来问他祷告 就相信神要来医治 后来去开刀的时候 开完刀以后 那医生把那个肿瘤拿出来 说那个肿瘤 医生发现里面 没有任何的癌细胞 可是这个肿瘤 看起来好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所以医生就问说 你们之前有做过化疗吗 那女儿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有祷告 听众姐妹 是 我们只有祷告 这样的神迹 其实不是只有这一件 特别在我们中间 其实我们也听了好多神迹 世界各地也继续很多 你没有听见而已 很多神迹 其实神正在做 只是你知道或你不知道 当你知道的时候 听众姐妹 你就会有信心知道 我不认得了什么病 当然我会建议 我不认为说 你应该得了什么病 你只要仰望耶稣 然后耶稣医治你 然后就这样 都不要相信医生 都不要相信医生 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 那是你的恐惧 有的人拒绝医生 不是说不相信医生 他们说我要选择 相信耶稣来医治我 他们不看医生的原因 是因为恐惧 因为害怕 所以主啊 你赶快来医治我 比较快 如果我是神 直接告诉你一个 Rima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你带着你的信心 你一定可以领受 神的医治 事实上 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当他们真实地 从神领受 那个Rima的话 他一定可以得医治 可是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知道 那是你的恐惧 我建议 你恐惧没有问题 主说有病的人 就需要看医生 你不用觉得很害怕 看医生 继续祷告 因为就在这个过程 你仍然可以经历 神的医治 所以教教你了解 我们之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所以你要相信 主说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而且相信祂 赏赏祂 寻求祂的人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相信祂 神要赏赐的是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有多大 神要赏赐你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趣具 所以听我讲的是 我们每一天 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 我们都有期待 那你吃个东西 下一餐我们要吃什么 你也会有期待 我想吃这个 吃面 吃饭 吃鱼 你会有期待 我将来毕业后 我想做这个 我想做那个 我想做 你都有期待 可是那个期待 怎么样可以实现 所以就在于信心 你要祷告 祷告 就会实现 我们中间有一个考王 就是他很会考试 他很聪明 看不出来 可是他很聪明 有一年 其实他工作已经很好了 可是他还是想要 考公务员特考这样子 所以他就要考 他想转换跑道 大家知道这种公务员特考 全国性是很难 有人考十年还是没上的 所以他就预备了一下 也不知道预备多 因为我记得没有多久 还是预备一下 但我觉得他很认真 在那个过程 他继续读书 也服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事都已经他 就是结束的事 他继续的服侍 读书 很认真 抓住 可是我知道 因为他很常年都在教会 他知道要祷告 所以也是很认真的祷告 就相信谁 后来得到了全国 这个公务员特考 第二名 真的 很厉害 我讲的是王维国 大家一定很好奇他 我说的是谁 大家给他拍掌是好的 不过后来他又不做了 就是很聪明 就是很聪明的孩子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么聪明 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 很倚靠神 考试也要有恩典 像我是没什么这个恩典 因为神大概觉得用不到 这样 可是有的人很会考试 这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祷告 真的神会把智慧聪明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有期待 然后你就是祷告 信心就像那个树根一样 你知道树只要有根 长根 你就会知道 它会长出金来 它会长出树枝来 会长出树叶来 所以你只要有信心 信心像那个根一样 很多你所期待 所梦想的 都会长出来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有信心 你找工作 你要知道 你有个期待 神一定会成就 如果神没有成就 有可能神觉得 这个对你是不好的 你要接受 不要觉得说 我就一定要去台积电 我就一定要去台积电 有可能神觉得 你去台积电不好 你去台积电 你就不可能 好好的聚会 不可能好好服事 所以神觉得 这个对你的灵性 很差 有可能神没有允许 可是神为你预备的工作 一定是对你最好的 保证你吃得饱 穿得暖 而且有房子住 所以你要相信神 为你预备的工作 是最好 我们会遇到困难 可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要知道 我里面有期待 可是我的困难 有遇到困难 是正常的 但是神 我们所依靠的 不是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学历 我的经历 我所依靠的是 我有一位神 我所信靠的是 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觉得这是关键 如果你没有 这样的一个梦想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你会这样的一个信心 你会这样的一个信心 你就会很挫败 你不管做什么事 你会怪东怪西 我今天会失败 都是我没有一个 有钱的爸爸妈妈 他们没有让我 好好的读书 没有让我出国生兆 我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我怎样 我怎样 我长得丑 所以大家都以貌取人 所以我怀财不遇 这些老板都瞎了眼 所以有时候 你里面 你很多这样的一个负面 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可是今天我想告诉你 信心 要让你看见一件事 信心 它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 我想一个例子给你听 你就可以明白 我要说什么 有一个人叫做保罗帕兹 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人 因为那段时间 他的新闻很大 他是英国很有名的 这个现在 就是一个算是很有名的 这个声乐家 可是你知道 他不是一个 他天生 就是拿到一副很烂的牌 他不是从小就学习声乐的 你知道你要培育一个音乐家 很多人四岁就开始培育了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育 不管做钢琴家 做音乐家 做艺术家 是这样来带领的 可是他没有这个环境 他从小家境 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他没有学过什么音乐专业 他就是一个销售员 就是一个卖手机的 而且 他长得非常的丑 文章写说 他是长得奇丑无比 不是我讲的 那再加上 因为这样子 听我说他年轻的小 就是童年的时候 他常常被霸凌 所以我觉得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有的人因为长相 外貌长得比较吃亏 所以我们常常会 被人家霸凌 被人家欺负 因为我们长得很奇怪 我们的眼睛不够大 我们不是瓜子脸 我们的身高不够高 所以有些人 从外貌来批判我们 我们永远选不上模范生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搬花 所以听我这边 有的时候我们里面 就会觉得 好像人家不会主动 来找我们 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丑 对不对 有一次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说 她看到一只狗出来 这么丑还敢出来 就你知道 有的时候会 这是我们人的惰性 她就长这样子 她没有办法 她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眼光 她没有办法告诉 她周围的朋友 同学说 你们不要这样看我 其实我心地善良 她没有办法 人们就是要这样 贴一个标签在你身上 她以貌权 她觉得你就是这样 你还能怎样呢 可是她有个梦想 我想要做一个声乐家 我想要唱歌 急货她在做 这个手机的销售员 她还得了癌症 可是都没有失去 这样的梦想 她没有钱 可是很努力 她就是想要唱歌 想要成为一个声乐家 可是她心欲不好 甚至 就是有一次 她出车祸 牙齿 就给撞坏了 大家知道牙齿 对一个唱歌的人很重要 你牙齿不好 不好看 而且会漏风 但是问题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没有失去梦想 她是一个基督徒 轻轻抓住神 身后有个梦想 所以我的环境这么不好 我长得这么丑 我的环境各方面 我没有最好的背景 没有人栽培我 可是神啊 我要依靠你 因为我记得你知道 当她去参加 这个英国达人的 这个选秀节目的时候 我想她一定也是很难过的 为什么 人们对她的鄙视 羞辱 一览无疑 连那个审判 不是什么 评审员都问她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比赛 你知道她在问 她在说什么 她的意思是 你长这么丑 你为什么来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呢 你凭什么来呢 你什么信心让你来这里呢 可是你知道一个人 用起来信心是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里面 他可以感受到 大家的敌对 大家的轻视 包括评审员都讲出 这么毒蛇的话来 羞辱人 你知道这样的羞辱 他等一下怎么唱歌呢 在紧张害怕当中 那个歌就 就会发毒 就发 怎么唱呢 特别是唱声乐 他根本就是不能抖音的 好 可是问题是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当一个人 他定进在主的身上 信心就是专注 专注在主的身上 我们有好的背景 评审员 你们都亲看我 下面的观众 也是对我们很多的虚声 可是 主啊 我有个梦想 主我想唱歌 我想成为一个声乐家 或许今天这个舞台 也是我的一个机会 我想要试试看 我已经努力很久了 我依靠神 主要求你帮助我 就这样 当他唱的那一首 公主彻夜未免 哇 他一唱歌 全场震撼 大家吓坏了 唱完以后 大家起力鼓掌 你知道通常 起力鼓掌就是代表 哇塞太厉害了 我们坐不住 各位姐妹你知道 说的就是 什么让他可以得胜 就是那个信心 那个相信神 主啊 我有很多的缺点 我的环境不好 那我也得过癌症 我只是一个卖手机的 我的学问有受限制 我是个贫穷的 我甚至被很多人的眼光羞辱 他们笑我的长相 可是神啊 我有一个梦想 各位姐妹 他有神 有神成为他的信心 他相信 所以他可以刚强 他可以勇敢地 在这个舞台上 就在那里 放声地歌唱 我相信 他没有看到任何人 或许那天 他在歌唱的时候 他只看到耶稣 因为唯有耶稣 在他的旁边 给他力量 给他恩典 而且他知道 可以完成我的梦想的 只有神 所以在那个时刻 最紧张的时刻 充满压力的时刻 即使我只能唱这么一次 我也要试试看 神啊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神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带着我们的信心 一个软弱的信心 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主啊 我最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最刚强的时候 大家都轻视我 大家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 可是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可以这样刚强勇敢的势力 在众人面前 只因为站在我背后的 是我的主 是我的神 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人们会羞辱你 你的背景 你的长相 你的才华 你的智商 你的智能 有时候人们在职场上 有时候有用很羞辱的话 来羞辱你 让你觉得你快得忧郁症了 让你觉得你再也不想踏入职场 让你觉得真的人生实在很崩溃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的人生从来不是为他们活的 你的人生不是为着你周围的人而活 所以我们需要爱神爱人 爱灵魂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有时候在我们最挫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你信心最刚强的时候 可是你说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刚强的信心呢 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了解 你要怎么样得着信心 当你明白 你拥有这样一个刚强的信心 超凡的信心的时候 说的是你明白 站在你背后的是谁 弟兄姐妹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Amen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每一次你 早上起来 你对着镜子 你就要宣告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我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要用信心 我要用信心来相信 我要用信心来感谢 主啊 今天你会给我最好的创意 主啊 今天我不害怕面对客户 今天我不害怕面对长官的羞辱 我不害怕好像面对一些恶劣的环境 因为主我知道站在我背后的是谁 当你知道信心是从何而来 你里面就会刚强 你不会畏惧任何的环境 你就真实的经历 主说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天神看见保罗帕子 有这样的信心 主说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天主看见巴迪满 有这样的信心 主说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看见血漏妇人 有这样的信心 主说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今天神可不可以对你说 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当然不能 因为当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开始抱怨 怎么会这样子 谁弄的 为什么这样子 怎么都是我 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怎么这么倒霉 上帝你在哪里 就觉得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 回应事情 神怎么对你说造成的信心给你成就呢 或许 神说那就造成你口中所传出来的话 达到我耳中的话给你成就 都觉得那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那信心 信心这么重要 我们提到复活节 神给我们一个keyword 一个关键的话语 讲到信心 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样得到信心 首先你要知道 信心是从神来的 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信心 所以再也不要有人说 我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的信心 你觉得你没有信心 有可能你的信心是小的信心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提到说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 看得合乎重道 这里讲到信心有大有小 这几位每一个人都有信心 神曾经责备彼得说 你这个小心的人 神曾经责备他的门徒 当门徒遇到风浪不安 他们在那边呼喊 主啊 主啊 我们快死了 我们快上命了 你都不顾我们啊 主说什么 你们的信心跑去哪里 说的就是信心 他会跑的 他会走的 信心会是小的 小信的人 说是你的信心这么小 你怎么这么不能相信我 可是也有大信心 这么大的信心 在以色列当中 我没看过 神曾经对百夫掌说这样的话 所以东京本你知道 你究竟你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心 乔治木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每一个人信心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所以当神 他自己在他的日记里面讲说 他这一生 他记录下来的 祷告 他说有五万次的祷告是蒙应允的 虽然我个人非常坚信 绝对是超过五万次 只是记得 记下来的五万次 那些你还不知道 神就已经成就的事 教育勒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只是脑子想 都还没有祷告 神就成就了 你知道那怎么算呢 好 他是一个信心的人 所以当神告诉他 开个孤儿院 他就开个孤儿院 教育勒你不要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故事 这很难的 孤儿院你要想 这么多的孤儿 几千个孤儿 每一个孤儿都要吃饭 要穿衣服 然后要就是很多的费用 还有读书 很多 那问题是他的信心 神告诉他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的需要 你有任何的需要 你就祷告神 让神来供应 神是孤儿的父 所以乔治穆勒 他这一生 他牧养孤儿 他所做的 不论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祷告 有时候人们直接问他说 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们可以捐助 我们可以帮助 帮助这些孤儿 他就会告诉他们说 你们自己祷告主 你们自己祷告主 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需要多少钱 当然我在说 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机构 不能这样 如果都这样 很多可能就倒了 但是我不是说 每一个都要像他一样 可是有的 有的人 他们真的从神 领受这样的信心 那神就照着他的信心 就给他成就 怪不得 那天 当他要去到 另外一个地方 要讲道 坐船的时候 书中讲到说 海上就起了大雾 可能会影响 那个到达的时间 会影响聚会 可是他就祷告神 船长说 船不可能开 可是他说 我知道我的神可以 他就跪下来祷告 祷告之后 五分钟内 那个大雾离开 船长就你知道 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奇妙 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当孩子们都没有饭吃了 他可以有信心说 开饭 碗盘都摆好 然后卸饭 卸饭祷告之后 就有人按电铃了 牛奶送来了 面包送来了 船长就说 我们很难想象 要是我们真的是吓死了 赶快去找 你们其他的资源 有没有你们的 有没有太多的面包 不要啊 可以奉献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做 可是他的信心 所以这是我说的 当然 也许你说 那是他不是我 我们都不是这种人的 兄弟们 你可以做这种人 神把这种人 摆在我们前面 要成为我们的榜样 不是成为一个故事 是一个榜样 让我们知道 你只要有信心 你敢信 神就敢给你成就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不敢信 我们觉得 我们靠自己好了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太快了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想 可是一个最聪明的人 他了解 我所要做的是 祝我不行 祝我没有办法 祝我 你救救我 你帮我吧 来到神的灭 向神而呼求 祝我就是那个 那个桌子上掉下 那个睡杂儿 都够我用 所以教学们 你要相信 神给你这样的信心 你要让你的信心可以长 不要让信心跑掉 不要让信心不长 第二 你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信心 让你的信心可以一直地成长 就是你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会赐给我们信心 那个信心的恩膏 就会一直地高磨我们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说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所以教学们你知道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有信心 是神的恩典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是赐给我们信心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可以有信心 因为我有圣灵 我需要更多被圣灵充满 神就把更多的信心给我们 如果不是圣灵充满 用起来 你不会遵耶稣是主 你很难相信 就像今天你传福音 给很多不相信的 这些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他们不相信耶稣 因为他们没有圣灵 可是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人 我们被圣灵感动 我们就意识到 我们就知道 耶稣掌权 当你说耶稣是主 意思是 我知道耶稣得胜 我知道这件事上 耶稣掌权 可是弟兄姐妹 你怎么可以这样相信 你怎么有办法相信 神你在我残弱的身体上面 主你得胜 主你在我的忧郁症上 主你得胜 主你在我那个悲逆的孩子身上 主你得胜 你在我那个职场霸凌的环境里面 主你得胜 你怎么能够这样相信 弟兄姐妹就在于圣灵 那就是圣灵伟大的工作 你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你不会明白 弟兄姐妹 除非你追求圣灵充满 当你更多的被圣灵充满 你里面更多的被神的灵充满 来恩高的时候 你就有信心 那个信心会让你知道 像主说的信心胜过世界 这个信心在你的里面 你知道我的疾病 一定可以得医治 这个信心让你知道 让你知道 你的职场一定会带来转化 这个信心让你知道 我的全家一定可以得救 所以教教教你 你需要把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你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 让信心可以成长 所以为着这个缘故 真的再一次地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竭力地 要尽力地 要参加礼拜二的祷告会 当然也许你说 我真的好忙 我只能参加礼拜四 我们礼拜四的线上聚会 基本上真的就是为着 我们线上很多的 我们各地有很多的网路家人朋友们 他们没有一个祷告会 所以我们为他们预备一个祷告会 是专门为着他们 带着他们一起祷告 一起领受神的祝福 可是我们有教会 神把美好的教会赐给我们 你在这里 你应该尽力 除非有时候你真的觉得 我真的是忙到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当然这是你跟神的事情 可是我要说的是 你不会每一周都很忙的 还是你刻意让我礼拜二 祷告会 我刻意很忙呢 你说可是不行啊 我需要吃饭啊 我需要这样 这位姐妹不 我不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是不吃饭 你都应该好好地来祷告啊 你知道事实上你一餐不吃 身体可能更健康 所以你不用担心 因为透过祷告 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 因为它会提升你的信心 我们在生活当中 家庭有这么多的需要 你的身体有这么多的需要 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软弱 你的个性 你的惰性 我们的罪恶 我们有这么多的试探诱惑 如果你不靠着祷告 你怎么胜过呢 你说我的理智 理智帮不了你啊 对不对 钱财摆在前面 理智都跑光光了 所以我们需要主 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诱惑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节力 会帮助你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神 所以就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子 我们需要这样子来追求 所以你要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祷告 眺望里面的信心 过去上个礼拜天 牧师在这里讲到说 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在上个礼拜天晚上 因为是全国祷告会的结束 为国家祷告会结束 带导者 你知道有一群带导者 他们是从国外来 大概七八十位 他们就分享 他们就释放一个话语 讲到对台湾的宗教会来说话 讲到神提醒台湾宗教会 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 我就相信 这真的是 大家在同一个灵里面 被同一个灵所感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不敢轻忽这样的话 我在礼拜四的信息 今天信息再次的提醒 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 神所释放出来的话 一定要了解 神在提醒警戒台湾的儿女们 不要失去起初的爱 起初我们要行 起初我们所行的 你说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这样读圣经 这样聚会 这样服事 所以你需要祷告 你需要再一次地被圣灵充满 因为只有当你更多地被圣灵充满 弟兄姐妹 你才能够行起初所行的事 不然的话 你会觉得慢慢地 你就过一个简单的信仰生活 耶稣有信就好 但是耶稣不会满足这样的爱 耶稣他要得着的是 我们的全人全心 就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神 他很恋慕我们 这个也许你很难想象 就只有耶稣 我们说我们要爱神 我们爱神主 我们爱你 可是你知道神 他很爱我们 他非常地爱我们 他很渴望他的儿女 可不可以常常想到他 除了解饭祷告以外 除了你要找工作 买房子 要结婚 这件事情以外 可不可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无死不克地 就想到我们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 当你开始来祷告 更多被圣灵充满 你对神的爱 一定会不一样的 第三 你怎么要让你的信心成长 就是你要听讲道 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在听讲道 听神的话的时候 就会产生信心 当我信心最软弱的时候 我就会大量地读圣经 我就会大量地听讲道 你会觉得 让我再一次地 我不要让我的感觉 我的情绪 跟着我的情绪走 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的情绪 会跟着我们的情绪走 我的情绪不好 所以我就 我想要发飙 我就发飙 我想骂人 我就骂人 可是不 当我更多地听讲道 想到神的话这样说 神的话那样说 我们里面就平安 我们就知道 这件事情是神所允许 神的旨意 或者神的心意 可能是什么 弟兄姐妹 对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所以你要 你对主有信心 弟兄姐妹 是从神的话来的 不是只是你的感觉 如果你只是凭感觉 那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呢 你就信不下去了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 现在信耶稣跟以前都不一样 以前好像比较快乐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因为你跟着你的感觉走 我们的信仰是会 越信越深的 越信 你就越知道 你所相信的是神 然后你越信 你就会越知道神的爱 主说天地都要废去 可是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所以因为神的话 会给你力量 神的话会带领你 走你前面的道路 有一个太太 她的丈夫去世 她留下两个孩子 这个太太压力很大 因为要照顾孩子 所以她做推销员 去卖书 可是她压力很大 每一天她都要想 没有钱付学费 房租费 很多事情 她自己身体也不好 也没有钱看医生 那一天都很害怕 可是那一天 听讲道 神的道说 神的话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一次只要活一天 我突然神的话 进到他里面 他就有力量 对 我不要想明天 我想未来 那就活不下去 我只要现在 我每一天 我就活在现在 我就活在现在 比较容易 所以对我这边 神就给他 这样的一个力量 继续往前 有一个五十岁教授 他五十岁才信耶稣 可是他以前的生活 很放荡 很罪恶 反正做那些 很糟糕的事情 可是他信主了 信主以后 常常 虽然在教会 也很甜蜜 可是有的时候 都会想到自己 犯罪的那些东西 有时候就像画面 历历在目 觉得自己很脏 但是问题是 就是自己就有个罪人 所以有时候 自己就总觉得 自己好像 就是很不舒服 你知道这样的人 真的有的时候 在聚会中也很辛苦 因为你就会觉得 讲台都在骂你 可是其实不是 是主爱你 但是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 可是那天 他听讲道 继续听讲道 继续来 当他听见神的话说 耶稣只一次 为我们献上 就赎出我们的罪 就赦免我们的罪念 突然之间 他有个亮光 他觉得 我不需要被这个罪疚感 抓住 我得释放了 耶稣赦免我了 就觉得我们人 真的很不完全 信耶稣以后 还是很多不完全的 会有很多的罪疚感 我们还是会犯罪 会得罪神 但是呢 你要多听讲道 我们要从这个罪恶的 试探诱惑控告当中 要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仇敌 就是要让你 让你感觉很羞愧 因为你很羞愧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不要去教会好了 太丢脸了 或者不要这样做好了 反正 主也不会听我祷告 我这么烂 我过没多久 我又会去犯罪了 你已经预设立场 你已经要犯罪了 因为你胜不过 可是问题是 主知道 所以越是这样的时候 你越要来到主的面前 祷告 然后你祷告 听讲道 神的话 神的话很神奇 神的话就会给你力量 让你不去犯罪的力量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 我怎么会这么爱世界 我怎么这么爱追去 追到半夜都不累的 你所要做的 就是来听讲道 就会从这样的营里面 就断开 有的人没听到 来洗一杯 或者吸烟 做什么的 对我姐妹 No 那个说实在 有的人就觉得 我就断不了 你不是断不了 你就是需要来依靠神 或者现在好多赌博的问题 对不对 好多钱好容易寄 也不用担保 可是对我姐妹 所以说我们就会试探 你要做什么 你说怎么办 我都胜不过 每一次我都发咒 其实我要得胜 可是我都胜不过 你要做什么 听讲道 追求主 然后神就会带领你 当你里面对主的胃口很大的时候 你对这些就没胃口了 那就我自己从来不喜欢赌博的 我对赌博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对喝酒也没兴趣 我对这个也没兴趣 对那个也没兴趣 真的 那对我来讲 因为里面已经很满足了 你得着足够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 你不会容易 好像掉入那个试探诱惑当中 所以你要听讲道 你才不会一天到晚 就跟你自己在那边争战 魔鬼又来找我了 魔鬼又来邀我去喝酒了 魔鬼又来怎么样 不是魔鬼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要起来依靠神 好 顿开这样的一个捆绑在你的身上 当你起来 你要来寻求神的时候 主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 可是当你继续的 只是嘴巴讲 有的人嘴巴讲 不是真的要断开 主啊你帮助我 可是他心里没有真的想断开 因为他觉得还蛮舒服的 犯罪还蛮好的 尤其你知道有的人觉得 犯罪的感觉还蛮好的 他没有真的想从里面出来 嘴巴讲一讲 主啊你帮助我 不要再落入情侣的试探 可是里面感觉不错 神不会帮你的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起来 你意识到 我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这样下去 我会毁了我自己 毁了我的家庭 我要起来 我要倚靠神 那个时刻 主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 那最后我讲一点点就好 因为没有时间 讲到说 那你说那我信心 哦信心很重要 神给我们信心 有大信心小信心 我更多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我要多听讲道 OK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因为圣灵充满给我力量 遵行神的道 神的话充满我 让我知道 指引我前面的方向 每一天我只要怎么依靠神 可是有时候我的信心 还是会不见啊 什么夺去我的信心 第一个就是魔鬼 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你要知道有一个仇敌 叫做魔鬼 魔鬼就是在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的 他常常控告你的信心 他控告你跟神的关系 控告你的罪恶 他记得你所犯的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错事 他记得比你清楚 你都睡觉 他都不睡觉 他就专门记录你的错误 然后就控告你 控告你 控告你 控告你到一个地步 你在神的面前 你就抬不起头来 圣餐不敢领 服事不敢做 因为你觉得 我是个大罪人 可是我又不想 从罪里面走出来 这就是魔鬼的诡计 他就是要拦阻你 相信耶稣 他用各样的方法 可是弟兄姐妹 你要起来抵挡啊 仇敌来是要偷借 杀害毁坏 可是主说我来了 是要给你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神要给你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魔鬼要偷走你的信心 可是你要起来 用坚固的信心 去抵挡他 主说信的人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所以你知道 你要赶鬼啊 在你的身上 常常有一些贪心鬼 有一些负面思想鬼 有一些讨厌鬼 就在那里面 让你讨厌人 让你里面有苦毒 有毒根 或者有时候懒散鬼 不喜欢读经 不喜欢祷告 不喜欢聚会 那你需要做什么 起来 奉主里面 赤着这样的一个污鬼 离开我 主啊 我就是不要讨厌人 我要爱人 主啊 我要起来服侍 我要读圣经 我不要一直睡觉 不要一直追剧 奉主里面 命令了个追剧的鬼 离开我 不管他是讲韩文的 讲日文的 弟兄姐妹 就这样子 你就是要起来 然后任何会拦阻 你爱耶稣的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是有一个 背后有一个权势 黑暗的权势在影响 我不是跟你说笑话 我是跟你说真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一个人他会 失去起初的爱 因为一开始 他没有留意到 他以为忙碌 我只是比较忙 你不知道忙碌是个咒诅 忙碌使你没有办法 更多的亲近神 你忙到一个地步 你没有时间亲近神 你没有时间安静你的心 你没有时间 听一听你内在的声音 所以你要知道 要起来 所以为什么 我说被圣灵充满很重要 因为当你被圣灵充满 你就可以起来 有力量去敌对那个魔鬼 第二就是负面的环境 跟感觉 很多时候 我们人是跟着感觉走 今天感觉很好 所以觉得 今天聚会很好 今天感觉很不好 聚会很不好 服侍的人很不好 都是同一批人 是同样的教会 同一本圣经 同样的诗歌 可是感觉心境不一样 所以你的情绪就不一样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祂是一样的 需要改变的是我们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 一直向神来对齐 拒绝这些负面的环境 负面的环境会让你跌倒 你记得彼得那个时候跌倒 他曾经在海面上行走 他走 他走过去 他跟主说主啊 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 主说你来 你来 走过去了 可是 他什么时候跌倒 就是看到风盛大 看环境 风雨好大 再加上旁边很多的声音 看起来是好的声音 很多的劝诫告诉他 彼得啊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咔嚓你耶 兄姐妹 也害怕 你知道有的时候 让我们跌倒的 有的时候是环境 有的时候看起来 也是那些 看起来是善意的劝诫 可是凡事不出于神的 善意的劝诫 他也会影响 你有听过人说 信耶稣不要信太迷哦 为耶稣也不要服事太多哦 你要故意向你的未来 要为你的未来做规划哦 兄姐妹 那个都会影响你的信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都不疑惑 信心胜过世界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今天早晨 在这个复活节 我觉得复活节 最棒的 就是神的话被释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在复活节 神在告诉我们 祂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新的开始 是需要有信心 你需要新的开始 讲的是你要 重新来建立你的信心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可以这样 在每一件事上 我们就这样坚定地来 相信神 主啊 我领受你给我的信心 几乎我的信心 现在很小 很小没有关系啊 主说你只要 那个信心 小到像芥菜种一样 我没有一件事 不能做的 只要我有真实的信心 主可以按着 我的信心给我成就 可是我不要满足 停留在这里 一个芥菜种的信心 永远都在芥菜种 而是主 我要追求 我要更多被圣灵充满 让我的信心 一直地成长 以至于有一天 神可以对我们说 这么大的信心 在台湾我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信心 在美国我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信心 在英国我没有看过 然后我们要听讲道 求主把一个属灵的耳朵 给我们 为我们的耳朵受割离 让我们很喜欢听神的话 不要耳朵发沉 觉得都听腻了 都听完了 而且主 我想听 我渴慕听 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 还有一些我没有遵循的 主求你对我的心说话 然后我们更多的在主里面 我们就对仇敌更加的敏锐 拒绝 要抵挡 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魔鬼的一切的攻击 然后呢 在一切的负面环境当中 把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 信心就是专注 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看耶稣 不看这些海面的风浪 不听这些负面的声音 就是一直地定睛神 在神的身上 然后透过祷告 神要成就 我们心中所求所想的 我相信神要将来 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从座位上起令 谢谢神 今天早晨 我们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赞美神 我们来敬拜神 主祢是坐在宝座上的 圣洁羔羊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所以我什么都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祢是我的主 祢负我一生的责任 就将来相信神好不好 一起唱这首诗歌 然后我们全心的 再用一点的时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仰望神 来赞美神 求神再次地释放 祂信心的高摩在我们身上 阿们 阿们 祢负他信心的高摩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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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光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祢生命直到永远 大利用我们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祝福利亚 达巴斯 达巴斯利亚 哈利路亚 祝福利亚 达巴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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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赐上信心的灵 祝福利亚 达巴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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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上的家人朋友们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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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大能地赐福祢的儿女 奉主的名祝福祢的儿女 身体健壮 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哈利路亚 那家庭的祝福 职场的祝福 健康的祝福 要充满在祢儿女的身上 那侍奉的祝福 充满在祢儿女的身上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要这样子来遵从祢 主啊 今天造成我们呼求 主要释放祢的恩高 信心的恩高 更多 更多 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主啊 主啊 让我们在这湾区 被谬的世代 为祢作严作光 哈利路亚 主啊 信心胜过世界 主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耶稣祢 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 在这个地上荣耀祢的圣名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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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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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主之主 万用意义配得清白和尊 那我们大声的来唱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 我们勾取祢生命直到永远 我们勾取祢生命直到永远 那我们再次拍一张吧 最大的掌声荣耀 感谢来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谢谢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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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谢谢主 阿们 阿们 好吧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他 把神的恩惠在你身上 阿们